一机多用与一机专用哪个更好 现在战机主打的一个特点就是多用图 也可以称其为一机多用 法国阵风 瑞典鹰狮 美国的超级大黄蜂等等 只要是当前服役的四代机基本上都可以一机多用 无论是空中优势 地面攻击 还是电子战侦察 一架战机就能搞定 不过在执行特定任务时 一机专用的效果肯定比一机多用更好 毕竟专用也就意味着战机在某一方面的性能更突出 问题来了 既然一机专用更好用 为什么各国当前的战机都是一机多用 通用化的优势在哪儿 六代机又会朝哪个方向发展 战机的类型大概可以分为三类 一机专用 一机多用 一机多型 顾名思义 一机专用就是特定的战机执行特定的任务 战斗机就是战斗机主要用于空战 轰炸机就是轰炸机主要用于对地攻击 一机多用就是通用化战机 同一种机型既可以是战斗机也可以是轰炸机 一机多型就是对同一机体进行较大改动之后 成为另一种型号的作战飞机 这种战机的编号可能相同 只是增加了一个识别字母 比如法国阵风 有空军型和海军舰载机型 美国的F35也是如此 有空军型 海军陆战队垂直起降型 以及航母弹射型三种 而且就战机的发展过程来看 其实就是一机专用向一机多用发展 早期的喷气式战机大多都是专用型 战机要求速度快爬升率大 所以机翼要小一点薄一点 才有利于进行超音速飞行 同时机内油量也不能太多 以避免飞机太重 一般情况下在游戏数不超过25% 而且当时的发动机也不行 推力太小 飞机推重比只有0.3左右 配备机炮之后没办法挂载很多炸弹 要不然起飞特别困难 所以用途比较单一 轰炸机则是按远程飞行设计 要求阻力小 机翼展现比大 升足比大 与战机相比 机翼面积大 也就意味着异负和小 炸弹就可以多挂点 总之在上世纪70年代前 大多数的作战飞机都是一机专用 当然非要战机执行轰炸任务也不是不行 就比如米格15F84 也可以挂载几枚不大的炸弹 但作战效果不如轰炸机 一机多用的做法 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 就比如美国在50年代设计的F105 当时采用的设计思想就是 双设计点 也就是在设计飞机时 既考虑空战的要求 可以进行超音速飞行 具备一定的机动能力 又能挂载一定数量的炸弹 飞行一定距离 也就是战机与轰炸机的结合 不过F105的名声并不太好 当时的航空专家认为 双设计点的做法不太行 为了照顾两种不同任务要求 设计会出现一定的矛盾 最终谁也无法照顾好 加上当时的战争需要 刻意夸大了F105的作战损失 所以那些专家的言论 就是一机专用更好 但是F105在越战的最终战果来看 用来对地攻击的效果还不错 后来飞机发动机技术提高 飞机的推重比越来越高 飞机可以在起飞时挂载更多的炸弹 执行对地攻击任务 如果遇到敌机拦截 可以选择扔掉炸弹 与敌方战机空战 在这种情况下 军工厂在设计飞机时 也不需要双设计点了 只需要稍微照顾一下对地攻击就好 完全可以说 70年代之后的喷气式战机 已经天生具备一机多用的能力 原来坚持一机专用的麦道公司 在生产F-15E时也根据军方的要求 对其增加了对地攻击能力 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 新型战机不能一机多用的基本上已经没有了 有意思的是 在这个时期还发展了另一种一机多用的作战飞机 也就是战斗轰炸机 主要执行轰炸任务也具备一定的空战能力 比如美国的F-111 原苏联的苏-24和俄罗斯的苏-34 当然了单纯就作战效果而言 一机多用的战机比不上专用 就比如战斗轰炸机 论在再大量比不过专门的轰炸机 在空战中也比不过空优机 非要说优势的话 只能说机动性与加速性不错 空战时打不过还能跑 综合性能更好 还有就是一机多型 上世纪60年代初战机就有这趋势了 也就是美国的F-4通用化战机 1960年美国海军的F-4战机试飞 连破多项世界纪录 美国国防部为了缩减军费 就打算让F-4加入空军 虽然空军高层不愿意 但是国防部开心就好 事实证明空军版F-4C是真的香 当然最典型的还是F-35 ABC三种型号 大部分设备以及航财 可以实现通用替换 方便战机维护和作战效能提升 不过就兴致来看 一机多用与一机多型属于同一阵型 以及专用自己一个阵营 也就是通用与专用的区别 这就有一个问题了 为什么各国都选择通用而不是专用 战机之所以由一机专用向一机多用发展 本质上的原因是性能越来越好 发动机推力增强之后 战斗机能够携带的载荷越来越多 二战中广泛使用的B-24载弹量6吨 而最畅销的F-16载弹量7.8吨 除此之外 随着精确制导武器的发展 达到相同作战目标所需的弹药量越来越小 就比如越战期间的清化桥 从1965年到1972年初的七年里 美军对清化桥突击了数十次 投下了成千上万吨炸弹 但始终未能将其炸毁 但是研制出激光制导炸弹之后 这座桥就没了 自1972年5月之后 美军在越战中平均使用14颗精确制导炸弹 就可以摧毁一个固定目标 同时战机本身就要求大航程 天生就是优秀的对地打击平台 只是设备限制了能力的发挥 有了现代航电系统的加持 战机雷达只需要在后端增加对地用的程序 就可以满足对地打击任务 加上携带的弹药增加 完成任务所需的弹药减少 战机可以通过携带不同的武器 完成不同的任务 所以现在的战斗机轰炸机 轻型轰炸机基本上都被战机取代了 最典型的 没有一磅重量用于对地攻击的F15 最后都整出了强化对地攻击能力的F15E 索尔7的后续型号中 基本全部都有对地攻击能力 更别说一开始就考虑对地的大黄蜂和阵风 这些主力战机的任务已经覆盖了战斗轰炸机的任务 当然如果问火力军在现代空战中是一种多用途战机好 还是专用战机协同作战更好 那么答案很明确 专用战机协同作战攻击力更强 效果也更好 现代航空兵的任务大致可以分为四个 战术轰炸机护航 战术打击机护航 进攻部队确保制空权 防空截击作战 军队可以根据任务需求 选择某一种专用战机 作战效果比多用途战机更明显 但是各国依旧选择多用途战机 只能说这是为了适应战场 依靠有人电子战机 掩护有人战机突防的传统战法已经过世了 有人战机在敌区外遥控无人战机 组成突击群才是王道 美国NJAD项目 英日易的暴风 法德西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 都是有人战机带无人机 在这种情况下 一级多用更强 而且二战之后 大规模的战争很少 大多都是小规模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 不可能把所有的机型都投入战争 于是专用机型就是累赘了 而对于多用途战机来说 只需要少量军力投入战场 就可以完成多种战场任务 最主要的是 多用途战机省钱 专用就只是专用 虽然它很突出 但多用途战机什么都能做 性价比高 后勤也方便 当然了 各国也可以让各种战机各司其职 但是要考虑装备的升级 以及后期的维护工作 就拿A10来讲 最初的A10航电系统很low 甚至要借助导弹才能拥有夜战能力 后续美军考虑双座版 甚至要进行大改 在飞机内部增加能够夜战的设备 最后还是因为没钱 选择了廉价的吊舱 所以对于美军而言 也可以让各种作战飞机 都换成F16 F35这样的多用途战机 一机多用 既能低空突防扔炸弹 又能利用机动性能抢空优 还能快乐舔地 后勤也不用学习如何维护A10 F22 F15 部队也不用多花一笔钱 去升级各种战机 就比如现在 A10说退就退 至于类似A10的继任者 没有 拿F16 F15 以及无人机顶替 说白了 这就在于有钱还是没钱 土豪可以买N辆车 超跑 越野 商务 买菜专用等等 但普通人最后就选了SUV 所以 钱管购的话 一机专用自然是最好的 不同任务有不同的作战环境 对作战飞机提出的要求也不一样 不过 现实是残酷的 各国都没有那么多闲钱 去研发和采购飞机 后勤也担待不起 所以 让火力军来说的话 战机的终点 就是一机多用加通用化 空军战机型号统一 并且是海军 陆战队 空军通用 一机包打天下 当然完美的万金游飞机是很难的 有意思的是 六代机就在往这个方向发展 那么六代机的多用途与通用化 会如何设计 通用化战机就相当于去相亲 双方都看顺眼了才可以 一方不满意就是白搭 就比如美国的F111 当时空军渴望拥有超音速突防能力 而海军则是想让F111搭载机载雷达和布斯鸟导弹 执行捷机任务 美国国防部为了化解空军和海军的矛盾 虽然采用统一机型设计 但项目内部还是分成AB两型 并分别交给了通用动力公司和格鲁曼公司研制 结果大家也都知道海军的F111项目取消 此外应得E三国联合研制的狂风战机 由于军费高层分歧太大 导致英国单独为空军研发来了 针对防空拦截的ADV型战机 不过这个问题还在F35上面最明显 为了满足空军常规打击 海军舰载起降 海军陆战队短距垂直起降的要求 研究人员保留F22的隐形机身 座舱设置和操作系统 将双发动机设计改为单发动机 设计出基本型F35V 并分别通过置换带生力风扇的发动机 以及加装折叠机 推出F35B与F35C 只是随着美军作战要求提高 目前三种机型的通用化程度 已经明显下降 至于六代机 一体化趋势很是明显 目前航空界对六代机的概念并没有统一 比较一致的说法 就是有人战机与无人机协同作战 以及综合作战平台 2018年英国公开爆风六代机模型时 给出的解释就是 陆海空天电网一体化性能 事实也确实如此 未来战场 六代机不是孤军奋战 而是与其他武器系统协同作战 既要有雷达设备进行目标探测 还要融合信息化作战平台互联互通 比如与无人机卫星等进行网络协作 同时六代机与无人机协同作战 也就意味着任务的多样性 有人战机与无人机协同 形成一个庞大的信息网 既能扩大作战范围 还能取长补短 除此之外 模块化 一升级也是六代机的特点 很多国家期望六代机 可以不用再配备雷达和无线电 取而代之的是大量模块化的子系统组件 能够根据不同的任务需求更换组件 从而实现功能切换 如此一来 无论是对地打击 夺取制空权 还是防空截击作战 侦察 电子战 六代机 都可以指挥无人机作战 空军 海军 都是如此 加上模块化 以及多用加通用化 或许不是没可能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觉得 未来有可能一击打天下吗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如果内容有不对的地方 各位也可以在下方指证 我是火力君 下期见 guiong 感谢观看